五張罰單一字排開 事後卻發現警方在短短一分鐘之內 就連開了五張罰單 因為裡面沒有打方向燈 短短的在6秒以內 就是被罰了這兩張罰單 就用一名男子上月底 從北陵路要到海客館玩 但這短短200公尺的入程 竟然事後連續收到五張罰單 上面就是執法的情度來講一句話 這個強度會不會太不符合比喻忍者 我覺得強度有點過強 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面 然後就是連續開罰了五張罰單 這樣的檢舉跟我們的執法的強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不太合理 雖然會有違規在先 但這個樣子的話 也會讓我們的民眾對於說 這樣的執法強度 或者是說這樣的一個 就是索取我們的罰款的部分來講的話 會不會覺得是有點政府太缺錢的狀況 第一張是在中間區調和街 因為未依照標示指示 在8點31分12秒被開了一張 接著在8點31分18秒在北林路384號 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被罰第二張 後續又分別在8點31分45秒47秒56秒 被開出第三四五張罰單 多次違規遭到連開五張罰單 最短的兩件僅僅只差兩秒 來講的話會覺得是太做 就是太糟糕太強勁 因為我根本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以內 去修改我的行為 那這樣的行為沒有辦法修改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罰款其實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駕駛收到罰單 坦承自己違規在先 但也質疑 警方在短短一分鐘之內 就開出了五張罰單 這比例原則是否恰當 上路交通事件採發基準及處理細則 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 這是針對超速的部分 有限制距離六公里相隔六分鐘 差一個入口 我們是可以連續舉發 那在隧道裡面是除外 那其他違規的態樣 除了違規停車以外 並沒有不得連續舉發的規定 那我們在這邊也是呼籲所有用路人 上路就是遵守交通規則 警方回應 五張罰單違規都是不同行為 後方車輛都有行車記錄 舉發事實明確 但駕駛不禁要問 政府有這麼缺錢 決定向監理佔申訴 如果申訴不成 將乖乖繳納4200元罰單 記者黃紹明 吉隆報導